一人鮑威明向來熱心公益 日前也安排前往台東參加公益活動 不料卻遇上突發狀況 鮑威明在臉書發文透露自己原定於2日 飛往台東出席活動 還安排了足夠的時間可以到當地走走 沒想到在後機室受到搬機延遲的通知 即使上了飛機之後突然被空服員告知 飛機需要進行檢修 因此無法起飛 旅客們只能退票 或是轉搭別家公司的搬機 這個意外的插曲讓鮑威明裡預計的時間 晚了3個小時才抵達台東 也因此錯過了活動 他忍不住自嘲 直到總比不到好 不過雖然這次的經歷令他感到十分無奈 但他仍大讚空服員、地勤人員 表現出良好的態度 以及提供滿意的服務 可不放得便宜 還得叫空服員、地勢找 College 有點倒楣